这个球没有越位 阿菲夫 郑志追回来犯规 面对门将的前叉 郑志属于最后一名防守球员 赛前中国队依旧保留着进军世界杯的希望 比赛开场之后 中国队通过右侧的船中 险些取得梦幻开局 只可惜高林在门前的投球争顶 偏出了门框范围 随后郑志在中圈完成拦截之后 中国队直接进入到了游手转弓 由于没有太好的传球路线 郑志被迫采用远射的方式 结束了此次进攻 中国队持续地向对手的防线发起冲击 张林鹏送出的船中被破坏之后 赵旭日争下落点送出关键船球 最后高林在禁区内的转身攻门 被门将西部奋力挡住 几分钟之后 中国队又通过前场的断球 就地展开了攻势 高林接应于汉超的分球 在禁区左侧获得了机会 但最后的处理让封线搭档 萧志很难有所准备 而对手卡塔尔方面 球队由于战绩不佳 提前小组出局 队员们在场上并没有背负压力 上半场比赛第31分钟 穆克塔在右侧的大力封门 算是惊出了门将增城一身冷汗 随后卡塔尔队又通过中路的短船配合 撕开了中国队的防线 这次是阿里在禁区内的低射 几乎是擦着左侧力柱出的底线 上半场临近尾声 中国队同样离近球插之好里 于汉超接应萧志的百度 沿右侧铺路进去 最后的临门一角 同样也是稍稍偏离了目标 下半场刚刚开场不久 中国队便遭受了沉重打击 对手这次在内部的传递配合 让我们的防守队员有些不此事彼 最后阿飞夫接应阿里的横敲 推射入网 打破了比赛的将军 落后的中国队选择了大举压上 这次利用前场的高位低强 争下了球权 江志鹏随即送出的船中 被门将破坏之后 中国队在湖顶区域继续控制球权 不过于汉超尝试的左脚攻门 稍显勉强 随后 塔塔尔队沿后场展开快速反击 中国队的防线在此时 只有三名队员参与防守 对手也是非常轻松的 在中路获得了起脚的机会 好在门将增程 通过合理的站位化解了门前陷阱 下半场立55分钟 李皮换上吴� 进一步加强进攻 一分钟之后 塔塔尔队在化解中国队的 进一步加强进攻 一分钟之后 塔塔尔队在化解中国队的逼抢之后 再次迎来了反击机会 但球队在进攻端 并没有投入太多的人数 最后 阿飞夫在右侧完成的抽射 被增程轻松化解 随后 冯潇婷送出的长船 准确的将球交到了左侧的队友 将志鹏稍作观察 送出的半高球船中 造成了对方门前风声鹤唳 中国队随后又换上薅俊敏 变阵三中位阵型 球队也是尽量的在边路创造机会 这次是吴磊送出的船中误打误撞 形成了一次有威胁的射门 比赛第66分钟 吴磊在中场形成突破之后 将球分至薅俊敏的脚下 中国队继续沿边路寻找机会 皮球来到左侧之后 将志鹏送出的45度斜船 刚好越过了对方的前点防守 最后 肖志在禁区内的甩头攻门 也是顶出了很高的质量 在换成三中位阵型之后 中国队的进攻一波接着一波 这次是于汉超送出的船中 来到远端之后 将志鹏跟进完成的大力攻门 敲山阵湖 下半场比赛第73分钟 中国队沿后场打出了一波流畅的进攻 吴磊摆脱防守之后 沿中路靠右的位置代球推进 随即送出的转移 也是恰好来到了江志鹏的脚下 后者这次选择了低平船中的方式 最后助攻萧志 门前踩射 将比分搬成了一比一平 卡塔尔队则通过一些反击 来威胁中国队的防线 阿里这次在禁区左侧的处理 隐差阳错地击中了远端力主 随后 门将曾成再次利用神勇的表现 才力保球门不失 两分钟之后 队长正志又用红牌的代价 破坏了对手的单刀 同时也为中国队保留了一次希望 队长的这一幕 也是极大的鼓舞了球队的事情 比赛第82分钟 中国队沿左侧内部 打出了流畅的传递配合 涛俊敏随即在禁区内的横传 被破坏之后 吴磊跟进怒射帮助球队 反超了比分 不过其他场次的结果 对中国队非常不利 中国队也因此无缘禁军 世界杯决赛权 但李皮的执教能力 还是值得肯定